C罗周日归队,卖掉4000平豪宅,却带走200万训练器材,难怪他20岁身体7月27日消息,据意大利媒体报道,C罗将在本周日下午,彼达都林卡再来机场,距离C罗上次亮相游文已经过去11天,葡萄牙人这次来也就不走了,将正式开启他的游文新赛季,这几天C罗将卖掉自己在马德里的4000平米豪宅。 而他价值200万欧元的训练器材,早已被运到了意大利,C罗本周日7月29日,C罗将笔计划的提前一天背底都林,跟隋游文开始新赛季备战,据报道,C罗此前还专程回到马德里,将自己价值200万欧元的NAS健身器材,搬到了都林新家,以便通过太空训练系线,继续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。 这套高科技训练器材由NAS美国宇航局设计,NAS器材原本被用作宇航员返回地面后的肌肉恢复工作。 在太空中,宇航员往往因为缺少重力而导致肌肉萎缩,而NAS的专用器材,可以帮助宇航员降低肌肉的萎缩程度。 NAS训练器材这项器材也可以减轻运动时的重力影响,也能够加速身体恢复,减轻运动伤害。 据悉,在帮助运动员治疗脚踝和膝盖伤势上,NAS器材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。 这样的高科技成果目前也广泛应用到体育界,不仅巴萨和黄马这样的豪门俱乐部在使用, 而且NBA联盟的芝加哥公牛、麦阿密热火、洛杉矶湖人等球队也在使用,减轻重力跑步此前。 黄马队长拉莫斯,曾经借用NAS专业太空器材,来进行恢复训练,但他也只是借的,拉莫斯使用。 而C罗这台可是自己买的,所以为什么33岁的C罗能够拥有20岁的身体,能够保持7%的体质率和50%的肌肉占比? 这些都是平常对于自己身体的1.1滴呵护卑制,所以4000平米的豪宅可以随便卖掉。 但C罗却不舍得放弃这套训练仪器,他带着这套仪器一起来到一甲,希望将自己的运动生涯延续得更久。 C罗